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朋友, 按一按訂閱的鈕 按一下小鐘,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想和大家研究11月20號的快活谷賽事 這場第六場的三班千二米 希望未訂閱我朋友, 按一下訂閱的鈕 先和大家講神粗, 一號的精彩飛動, 保持功夫 二號的永同歡欣 蝕欣有碰過, 楊明倫和蝕欣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三號的勞動創造, 蟹凱榮也有碰過 但是二月的時候, 流過血來的 四號的玉馬妙星, 田太安碰過, 保持功夫 五號的醒目湧區, 保持功夫 六號的大自然, 保持功夫 七號的飛天劍, 黃浩南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八號的翡翠劇院, 梁家俊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九號的美麗約動, 杜美爾也有碰過, 陳家熙也有碰過, 試襲 十號的首飾大勝, 保持功夫 十一號的索先生潘明輝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十二號的楊明倫的藍莊家好, 保持功夫 十二號的索先生潘明輝也有碰過, 楊明倫也有碰過, 永同歡欣, 騎翻的系的藍莊家好 只有這隻那麼多, 上次騎過的古惑調動 精彩飛動, 連續跑過第四, 和忠心用事, 我就不幸運, 已經輸了 黃浩南上次騎的, 今天換了潘頓 二號永同歡欣, 梁家俊上次騎的, 今天換了蝕欣 醒目勇區由蝕欣換了何宅堯 大自然上場是潘頓, 不知道為什麼選騎, 今天換了史卓� 飛天劍, 沈拿換了黃浩南 首飾大勝, 蔡明紹換了巴道, 蔡明紹沒有馬騎的 索先生由潘頓變了潘明輝 楊明倫都是原裝的, 藍莊家好 那就 先看看資料先, 不好意思 挑選第六場, 上次取消賽事的騎士調動 大家有興趣研究的可以抄下 首飾大勝上場已經預訂了巴道 飛天劍上場預訂了黎海榮, 今天換了黃浩南 索先生也是用了潘明輝的上場 取消那天, 精彩輝王也是潘頓, 一早預訂了潘頓的 永同歡欣, 蝕欣 玉馬妙星, 田泰安 翡翠劇院, 梁家俊 美麗約動也是陳嘉禧, 藍莊家好也是楊明倫 只有飛天劍不是原裝的 只有飛天劍, 黎海榮換了他的徒弟仔 這場馬有些吸手馬, 有些大自然, 飛天劍 美麗約動, 這些都沒有跑過給大家看的 所以都不是很簡單 說回有班數的馬, 精彩輝王 翡翠劇院, 上回來跑的馬, 有首飾大勝升上來 索先生上回來, 藍莊家好也升上來 有必班數的分別 看片 我想說一下步速 這場的步速, 譬如玉馬秒星是機動的, 但撿過11檔 聖木勇區也是機動的, 撿過12檔 飛天劍那些都快的 飛翠劇院, 手下手下上的 其實馬又不是很多, 飛天劍的又快, 美麗約動, 不知道 索先生都可以手下手下的, 藍莊家好上場都快一點 我想和大家看的, 看這隻首飾大勝 這隻首飾大勝, 由四班贏完, 去沙田再跑一場 上場跑馬底, 試了一場跑第五 當日是蔡明紹來的 輸給天地人, 拉叔騎了天地人 會長之星, 玉馬秒星, 醒目勇區都在 在這裏, 翡翠劇院, 騰龍超影 今天都出的, 後面那些沒什麼好看 看看這隻首飾大勝怎麼跑 粉紅色衣服, 手飾大勝, 現在在外面 聖木勇區現在是尾三 玉馬秒星在三四位, 內蘭那一隻 這裏呢? 四搭的沙田, 沙田, 遠途外搭 四搭的沙田, 沙田, 翡翠劇院 尾三就是翡翠劇院, 眉子外面 上了少少, 陶超影, 包作樂器, 原班人馬 對面直路, 中美團 前面做對了第一步就是天地人 這裏就踩上去了 這裏是綠色高山, 手飾大勝外面 上去粉紅衣服, 第三位, 內蘭第四位 還有玉馬秒星, 中度第五位 黃帽, 會長之聲, 第六位 還有大當家, 內蘭呢 這裏是星木勇區上了少少 紅順, 後面是紅衣服 唉, 騰龍超影今天也有出 在後面飛出劇院, 騰龍超影 遙遙包尾, 袁班人馬 沿途腹到這麼外, 又走三碟 回到腳軟 會長之聲也追緊 外面蓋上來的馬, 手飾大勝 還有大當家, 最後一發賣到了 透出還是天地人, 會長之聲 在第二位, 郭忠廉 天地人贏, 跑第二名, 會長之聲 至於第三名, 玉馬生色 玉馬妙星, 第四名 聖木勇區在內蘭 翡翠甚麼都衝得不錯 翡翠劇院 我自己就覺得, 這場馬 如果選擇卡士的馬 就是那隻精彩輝煌最高 但他要靠後上 永同歡欣又靠後上 勞動重造, 不知道他怎麼跑 上季我六十多倍貼了給大家 後上, 再出那場 放在前面, 不知道他怎麼跑 玉馬妙星, 不知道他怎麼跑 拾不當, 聖木勇區十二檔 這兩隻都有點實力 暫時看上去, 只有一隻飛天劍 叫做快 美麗弱洞, 不知道他快不快 我選擇這隻手式大勝 上場已經是, 我先看清楚 一早都預訂了巴道 我看看他這一場 要撿回一個好少少的檔位 不要鬥得那麼快 摔倒一點腳情 其實他對手也是有的 我在一同十那裡選擇 但一呢, 其實千六就更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一呢, 千二呢 他都是贏過 贏過千二, 但是呢 就... 千六看上去, 他會適合追一點 但是他這兩場都追得很好 真是很難捨棄他 唉, 簡直是機動一點 簡直是沒有那麼被動的 手式大勝 有副榜的差距 當位也不錯 看看他憑著這裏 會不會有一直 我愛十號做膽 拖的第一隻要拖回精彩飛動 我都連續追了兩次 那... 王浩南追兩次都追得那麼厲害 那他都是佈過潘頓的 那我就愛這隻精彩飛動 精彩飛動 精彩飛王 不是飛動 另外再選多一隻先 肉馬要升 十一檔 真的很難跑 這隻馬很力短的 唉 他的檔位如果不是那麼差 就不用那麼猶疑 那我選了一個男裝加好先 四升三都是要的 這隻馬其實那些步法很凶狠 第一次上來真的要適應 報速的 但是都拿上去 那現在就愛了這隻 十號的手式大勝造膽 拖一號的精彩飛王 十二號的男裝加好 另外再選的馬呢 就在四 八 甚至乎七都可以選的 其實 還有一隻六都不可以少 上次潘頓不知為何騎他 這隻是有點狡惑的 那我就 如果要選多一隻 肉馬秒升我先看清楚 十一檔有沒有影響 是有點影響的這隻馬 我自己的個人心水 我十號的手式大勝造膽 拖一號的精彩飛王 十二號的男裝加好 還有這隻四號的肉馬秒升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都可以贏多些 還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有篇提示大家一起看 如果想支持小弟的頻道 可以在QR Code 或者PayPal 都可以實質行動 對小弟的支持 也很感謝 有位無名是師兄 請我吃了早餐 飯 多謝各位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